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六下午,女子世界杯繼續進行 到其時有瑞典女足對陣澳洲女足 即使雙方上將遭遇失利打擊 但來到貴軍戰,其實大家已經不是犯犯之輩 不過,鑑於兩隊過外交鋒 尤其在正賽上,明顯是瑞典女足佔據上風 總結來說,今次球員心理稍勝一籌的瑞典女足 而瑞典方面,他們實力強勁 球隊五次入到世界杯準決賽 可惜只有一次能進級決賽,但都是無緣捧杯 而作為女足世界排名前三的隊伍,他們都未捧過杯 在這輛賽事瑞典女足卷土重來,球隊一路過關斬掌 分組賽憑著伊利斯迪特以及列碧卡布倫基斯等人出色表演 他們帶領球隊以小組第一身份晉級 最後16強,半準決賽 又分別淘汰美國女足、日本女足這兩之前世界杯冠軍 披荊斬擊後,但輸給西班牙女足這場準決賽交手當中 雖然,這輛世界杯瑞典女足依舊無緣決賽 但要指出想將球隊在先失一球的情況下 憑著列碧卡布倫基斯的入球攀回一省 足以見到瑞典女足極具韌性 但無奈在最後時刻都被對手絕殺 實屬差點運氣 相信在與這些勁女對賽中所獲得的經驗 足以令瑞典女足海得到一些沉澱機會 並且面對澳洲女足時,他們在心理層面上其實是佔優 雙方之前交手過六次 瑞典女足在這段期間所有正賽是贏四場和一場取得不敗 終於在法定時間內 這個都看得出他們的贏面更加之大 另一邊,澳洲女足表現同樣抵贈 陣內海里拉素、卡迪尼、卡特林在內 多位女歐球員在此 為了在門口取得突破 球隊亦打造了他們自己的黃金身一袋 而澳洲女足果然不負眾望 雖然此部準決賽 但與此同時亦創造了對市世界般上的最好成績 但要留意他們抗壓能力稍稍欠缺 並且經濟狀態稍有起伏 分組賽階段的對手 面對排面實力交易的球隊 他們不能在這段期間贏尼亞里亞女足 從而近兩仗,澳洲女足只取得一個入球 對陣競旅時,他們進攻上也難以造出威脅 這個或多或少都令他們埋藏了失利的復筆 終結來說,澳洲女足現在已經展現出令人驚喜的表演 今場比賽只要盡人事聽天命 期待有奇蹟出現